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喜不欢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代下来有苏州画画的很多 你只看中国规画是历史 从松少 从长少到现在 中国苏州是这样的画家比较很多的 像苏州的这种昆渠 就现在放的是昆渠吧 现在放的是平坦 平坦 平坦 昆渠是昆渠 这平坦和昆渠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有什么区别吗 他一个人要演出 这个平坦就是男女和尚的平坦 昆渠不要说你们听不懂 我们收入人都听不懂 他这个知识很深奥的 但是平坦不一样 平坦是压入空场 就是这样 里面有些吹掉也差不多 但是它是压入空场 所以像我们这么年纪 大家欢迎听平坦 昆渠以前在旧收获或在古人 他是唱给有名人去的 有文化的人听 但是我们听不懂 一般老本人都听不懂 但是像我们 我们弹曲子的话 弹书说的小调嘛 对吧 有小调 这个音乐里面有小调 或者大调 平坦是两个种合起来 一个就是平坦 中谈识就是唱 平坦就是像讲故事一样 就是合起来就叫平坦 听懂了吗 所以平坦是亚入空场的 昆渠不要是你 相当于他这个唱的话 他是唱一段故事 然后一边唱一边 把这个故事弹出来 讲出来 所以就要平坦 这一方面谈故事 另一方面又要谈这个曲 你叫收获来 两样东西应用 一个就是玩圆链 一个就是听收获平坦和分区 这两样东西你没有弄到 你对于没有叫收获来 嗯